暗风为了我第23期 嗨大家好我是孙桃 看到这个相机又是富士 并不是说我非要做个富士相机的三部曲 因为这台J645并不是我用 而是我太太的 最早我给她买的是JW690 但是我太太主要是拍我女儿 手能对焦再加上手能曝光 那拍小孩子简直就是噩梦 于是呢在某天晚上 我联系了一位北京的金同学 恰好她有一台给她老婆闲吃J645 然后呢这台相机就净有4000块钱 从一个小姐姐的手里 到了另一个小姐姐的手里 你看玩器材的人 一般是不会注意到这台相机的 其实我一开始也一样 你说自动内焦自动曝光的645旁转相机 镜头不能更换 它本身还是个束缚机 就不是严肃摄影使用的嘛 它的这个尺寸外形和功能 就相当于一台大号的傻瓜相机 我在b站上面搜索过相关的视频分享 得出来个结论 它就是小姐姐专用胶片机 你看这个拿在手里和 GW690拿在手里比起来 这个秀气的我都有点不适应 那为什么我今天还要把它拿出来讲呢 主要还是硬的那句老话 人不可貌相还是不可斗量 富士胶片相机其实就分两个类型 面向大众的和面向专业摄影师的 那前者呢以135交配相机为主啊 有单反也有可带机 当然也包括那台非常有名的月光机 都属于消费机 那另外一种面向专业摄影师的呢 其实更好判断啊 因为富士非常自豪的在机身上面 印上了professional资料 你还记得我讲过的GW690和凯特斯系列吧 那我一开始对于富士在这样一台傻瓜相机上面印上专业的资料有点不理解 即便GW645它是60毫米F4光圈的超GBC的定量镜头啊 它成员质量肯定不会差 但是逐渐随着我对这台机器的使用呢 已经慢慢的收集相关的配件之后 我就发现并不是我去想那回事 首先如果你搜索一下的话 GW645画幅自动对焦自动曝光的旁轴相依 除了LCA还有一台120的lowmo程度之外 就只有富士GW645这个系列了 那这个系列除了这台之外呢 GW645W是45毫米F4光圈镜头 GW645Zi是55毫米到90毫米F4.5到5.99光圈的镜头 那么这个变焦镜头啊 它并不是无级变焦 而是由55657590毫米总成的多焦距镜头 那么这整个系列呢 前两个版本呃 带i的也就是升级版啊 它会增加竖拍的快门键改进对焦马达 并且可以自动读取啊 胶片的感光度调性码 那GW645Zi呢 还增加了拍摄是没有去镜头盖的提示啊 并且在底片上可以记录曝光参数的功能 那有些人不喜欢这个系列相机 主要原因我觉得是嫌弃它的光圈太小了 你看像6x7的相机啊 标头光圈都可以做到2.8或者3.5 其实富士它有自己的考量 毕竟是自动的旁周相机嘛 对焦系统决定了 如果光圈大了的话 容易产生虚焦现象 而GW645大多是束缚相机 主要是拍人像 虚焦是个大忌 那么拍人像这个事情啊 千万不要有一个大光圈误区 你可以问问身边山盛师的朋友 它平时常用的人像光圈是要收集的 所以说呢 富士645这台相机在设计的角度上 它的逻辑是完整 并且虽然是以自动操作为主啊 但是手动的功能啊 它都没有少 并且它的自动对焦取景框啊 是你是可以看到 时差补偿的在取景框中 你同时可以看到光圈快门和对焦距离这个参数 其实只要有个好习惯在办快门的时候看一下它们 我觉得它可以保证你非常高的普遍率 反正之前用GW690拍序的小孩子的照片啊 用GW690拍序都是正常的 那么拍人像的遮光照啊 一定不用省 所以我给他买的第一个配件 就是这个200多块 这是原厂出品的相像遮光照啊 并且啊 它遮光照的那也是有螺纹的 我习惯在上面装一个天光镜 因为拍小孩子是用彩色副片比较多啊 可以直接拧在镜头前面 再把镜头盖装在前面 你说富士给黑色的机身配个金色的镜头盖 也是硬的破坏伸动 跟旁边的这个自相呼应啊 你看到了吧 如果它的这个遮光照是金属硬质的话 就变成脑残设计 因为你指甲是没有办法扣到它了 我真正对这个机器有好感呢 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个东西啊 这专用指甲 我和500块钱买到的全新库存货 打开给你们看 那这里面呢 有这样三样东西啊 首先是这个书牌手柄 确切的说是横构图的书牌手柄 我装上去给你们看 因为是GA系列专用的啊 所以它可以兼容另外几台机器 并且你看底部这两个洞 是给弹出的偏轴固定轴预备的 当它弹出来的时候呢 可以很容易把它从这里按进去 那在这个手柄上呢 它有底部啊 和侧部两个脚下接口 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到的 呃 并且相机背带的这个挂耳呢 它也预留出来了缺口 那么这个手柄呢 并不像一般的相机数拍手柄 是给右手一背的 而是它是为左手设计的 呃 你看这个食指和手掌的位置啊 呃 你的快门可以这样按 那么我习惯是这样按 如果是后期带i的版本的机器呢 在这个位置它会有一个快门按钮 呃 但是那个快门按键不是两段式 所以没有预先对焦 没有办法在曝光前确认合交距离 啊 所以嘛 你看如果没有这个手柄的话啊 啊 竖拍你都很难把持机器 那么 那这底下另外几个洞是干嘛的呢 啊 它是连接这个配件的 啊 闪光灯握臂 把它插进去 然后选紧螺丝 那么 它的这个槽呢 并不是一块钱的厚度啊 而是一毛钱硬币的厚度 我们把它锁死 你看到这个手柄装好了 啊 再把它第三个配件 也就是啊 热靴转PC的接口连接好 因为这个相机的热靴 是不带TTL的 所以我们并没有选择原装的名叫 STOP GA的闪光灯 那会显得小巧些啊 啊 但是 那个闪光灯 它的闪光指数和功能太简单了啊 甚至于三光片都没有 所以我选择了这个 松下的闪光灯啊 也是全新的 才300多 啊 我把它装上去 那闪光灯呢 拍人像啊 肯定是要用的啊 灯的位置通常是越高越好 那么这个灯呢 它本身是有三光片 啊 这样拍人像的时候 闪光不至于太硬 那么它背后的这个表盘呢 是方便我们计算闪光指数 并且它本身具有直闪和散光两个档位 当然这个表盘 它本身是不参与曝光调整的 只是方便我们计算指数 跟很多胶片闪光灯一样 它设计了三个档位 手动模式和低功率高功率两个档 在闪光灯前面呢 它有一个窗孔 它可以根据综合环境光 来进一步调整高低两个档位的功率 这个就有点像旁轴相机 或者热靴测光表的平均测光法 在这个右边呢 还有一个开关键啊 最右边是带回电就去提示音的 所以呢 即便是这个相机没有TTL 但也相当于半自动的辅助了 所以你看 不管是竖拍的可调角度 还是横拍 它都能够保证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闪光灯的位置 最重要的是啊 我们习惯于右手吃鸡的人 这样一来就变成左手吃鸡 这个感觉非常好 那除了按快门的时候 你的右手是可以解放出来的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形容体验了 那么闪光灯啊 它都是靠自己的电池供电的 这跟像 每次闪光灯电池在握柄里面不一样 但是富士啊 并没有给你浪费这样一个空间 它的手柄下边啊 有一个盖子可以拧下来 那里面可以刚刚好装一卷 120或者220的底片 呃可以这样说 呃对于胶卷盒来说 没有任何一种比这个全金属的更保险了 呃 我觉得这相机就算是被汽车碾碎了 装在手柄里的胶卷 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J645当年的售价呢 是155,000日元 你要知道它加上这个配件的价格 就抵得上当年这台JW6903代了 如果是以玩这个相机的角度来讲呢 J645这一整个系列 它不能换镜头又缺少机械感 这应该是它二手价格比较低迷的原因 我看了一下近几年的这个行情 它作为一个小众的网红机型被带起来 也是有它的原因在的 那全自动的J645的旁轴啊 还能到哪里去找呢 除此之外 你只能去尝试啊 Mamiya J645 Bino J645 或者是康代史J645了 单反相机的那个体积和重量啊 想想我就脖子疼 对于这个相机的操作呢 实在没什么可讲的 太简单了 那所谓小姐姐专用机 肯定不是浪得去名的 J645W那台广角机 我是没什么兴趣啊 但是J645Zi那台黑色的 还真的是很漂亮 颜值非常高 而香槟色那台呢 是老佛爷卡尔拉格菲的御用机 那是时尚圈的宠儿 对于他们拍出来的照片呢 拍我家人呢 肯定不方便在这里跟你分享了 想看图的话 我仍然建议你到印则上面去看 那数量真的是太多了 有很多拍的非常非常的好 那总结来说呢 J645这个系列的相机是很有特点的 并且没有竞品 它的价格跟同价位的135相机相比呢 画幅大了一倍 可以拍摄16张 所以呈现质量好了不少 如果对照片的质量有一定的要求呢 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选择 并且它真的是太方便了 那使用两节CR123A的电池 不闪光的时候可以拍摄3000张 那使用50%公率的内置掌握灯的话 是可以拍摄600张 可以说非常靠谱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讲到这里 我是孙鹏 这里是我的摄影频道暗房Vlog 感谢你的收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